为九合一败选负责 今天下午国民党的中常会 马总统正式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 由副总统吴敦英来暂时代理党主席 至于在稍早的中常会当中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马上连线记者萧炳来告诉大家 炳一 好 主播观众呢 国民党今天下午的中常会 马总统亲自召开 他也在会中呢向大家道歉 为了败选来道歉 甚至向大家申申鞠躬 我们听一下这个稍早马总统的谈话 在这场地方选举中 国民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身为党务主席 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 我有负予创党的先烈先前 我很惭愧 我让大家失望了 我必须深刻的反攻自行 也责无旁贷 必须为败选负起最大的责任 所以今天我向常会宣布 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 也再次向大家诚恳的道歉 好可以看到这个马总统呢 他是除了认为说了自己的改革的速度不够快 因此才会得不到这些人民的一个信任 但也坦诚自己做不好 要记取这次惨痛的教训 那么面对呢 未来这个艰巨的挑战 他说现在目前没有资论振脚的一个本钱 那么他说呢 接下来也希望跟这个党内的同志们 共同来勉励 那么是马总统呢 在谈话完之后呢 也一一向台下这些副主席们 还有这个中常委们一一的握手 那么当然在会中呢 相当多的中常委是相当的不舍 甚至还落泪 也有中常委呢 在这个会中当中呢 也替他加油打气 那么接下来呢 目前呢 这个党主席的部分呢 是会由这个副总统吴敦毅来暂时担任 那么这个党秘书长的部分呢 则是由立法院的副院长洪秀柱来担任 那么现在目前国民党规划呢 希望在明年一月底之前 就能够尽快进行改选党主席 尽快将党主席的人选给选出 因为接下来得面临许多 比如说像是立委补选这样子 还有总统大选这样子的规划 那么像是目前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时间尽头交往口内 谢谢兵一带来现场最新状况 可以看到马总统在会上多次的道歉 并且表示呢 改革不够快 有富于人民的期望 注意其他更新的消息 我们会随时带你一起来掌握 会发生带你给我 我会发生带你